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是博星日 今天是聖誕節 如果大家交換了禮物 就要拆禮物了 今天是拆禮物日 跟大家 繼續分析 整個現在中共的政治局勢 為甚麼今天要一次做三集呢 第一集就說陳全國倒台 第二集就說林鄭月娥是會被交出來 這集就說趙克志 公安部部長 他 在一個多月之前 就被免去 公安部的黨委書記職下 由黃小紅做 他就不再兼任 這件事真的是很嚴重 當時 很多分析就認為 習近平全面掌控了公安部 因為 黃小紅 其實現在本身是 公安部的副部長 他只是公安部副部長 但是兼任 公安部的黨委書記 即是說 書記是大部長 意思就是有一個 公安部副部長兼任黨委書記 騎著正書記 騎著正部長 這個正部長以後要聽他說 究竟怎麼做下去 是不是 趙克志要倒台 要提早退休呢 但是 最近 現在出現了一個好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最新的 換人的資訊 人大常委決定 人大常委決定 現在的趙克志 繼續 做這個 做下去 因為這次的人大這個會議 沒有把趙克志免去公安部部長的職行 反而 他 沒有辦法 即是他繼續做公安部長 但是黃小紅 就沒有再被人提 而且最近 有幾個畫面顯示 趙克志 坐得很穩 甚至乎 已經站在習近平的對立面 這個才是問題的所在 這個才是問題的所在 剛才整個默套 說完了 現在的整個 這個中南海 又或者 整個黨 元老 或者現在的退休的幹部 甚至乎一些華德士的人 都是反對習近平這個舉動 就是趙克志要繼續做下去 不可以 被黃小紅取代 首先 趙克志以往一直以來 都是團派的人 是胡錦濤的敵系 胡錦濤也可以說幫了習近平很多 他是當年的裸退 全部的權力交出來 所以習近平才能夠順利的接任 如果胡錦濤 像江澤民一樣 留在這裏做軍委主席兩年 你 就變了處處受制裁 但是 現在 我們看到習近平要集權的時候 連胡錦濤也動了 團派也不給面子 好了 這次的舉動 我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習近平 失去了 公安部 這個控制權 他沒有辦法 徹底控制公安部 對於他 接下來的連任 構成了很大的障礙 也可能是 現在的深層政府 以江派為首的深層政府 種種的關卡卡住習近平 在很多地方 在外交方面 勾結拜登 而在內政方面 處處 也要習近平 作出妥協讓步 究竟可不可以連任呢 越來越淡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部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其實遭受的打壓 應該是說近 兩三年來是最嚴重的 因為 我們今年 總共被人停了四次 相信一年被人停四次 沒有人可以停那麼久 而四次之後 我們當然訂閱人數越來越多 不過 經過一輪之後 我們的Patreon 有3000多人 跌回到2000多人 Patreon的收入 是不足以 支撐我們整個台的運作 因為現在我們的台已經是增長到 只是員工20人 環球的員工 包括 在英國 在香港 在 台灣 越南 未來我們可能會增加我們人手 所以為了 我們的 增加人手 現在的Patreon只能支付我們一半的開支 以往就是靠這個廣告收入去頂 現在的廣告跌到九成了 是不夠頂的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多幫我們弄廣告 如果能力許可的 就愈快贊助 繼續說回 現在這件事 公安部 為甚麼我們要這麼說 公安部趙克志坐得好穩呢 因為最新一屆人大會議 是有很多任命 包括 馬興瑞 接批 陳全國做新疆的自治區書記 但是 這個 不再兼任公安部的黨委書記的趙克志 沒有再提及他 意思是說他 是會繼續 即是 做公安部 的部長 他繼續做公安部部長 而這個書記 是不是可以站在他上面呢 其實就很難 變成了兩頭馬車 你也指揮不了他 他是部長 你是黨委書記 黨委的問題要理 但是 當國務 牽涉了國務的東西 就要他了 兩個人 我想分不了上下 分不了高低 即是說習近平 要依靠公安部 為他的連任 接班 作準備 要保衛他的一切 是落空了 他沒有辦法完全掌控公安部 我們知道習近平在軍隊裏面 是沒有辦法得到全面的支持 甚至乎軍隊不聽過他的支持 他經常 是要用張右俠出來 幫人說 徹底要服從黨 成為黨衛軍 徹底要服從習近平 但是 軍隊裏面的報章也好 所有事情都不表態支持習近平連任 甚至乎 剛剛舉行的重大歷史決議 是 基本上 不出聲 沒有出來背書 所以 可以看得出 得不到軍隊支持 也沒有辦法控制公安部 這兩件事是中共 首長的死亡 當你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沒有辦法全面掌控這兩個部門的時候 即是你沒有刀把子 沒有兵權在手 沒有兵權在手 跟當年的四人幫一樣 你無論你身兼甚麼職都沒有用 你沒有兵在手 隨時 可以被人 抄家滅族 繼續說回黃小熊 這次 他本來 每個人都在分析 黃小熊很快會接任公安部部長 而他也是黨委書記 做了部長 這樣就完全控制公安部 而現在 他只能夠繼續做黨委書記 但是部長就趙克志頂住 不讓 這個肯定是 那些元老的意思 用一個趙克志頂住你 而趙克志這次在習近平 會見林鄭 或者接見林鄭的時候 趙克志是沒有出現 不過 在李克強接見林鄭的時候 趙克志就列席 大家想一下 趙克志在 列席 在李克強的 接見的時候 他在 但是習近平的時候 他就不在 那代表甚麼呢 代表趙克志 可以說是完全倒過來 可能他本身也是團派出身 他本身是胡錦濤的人 現在跟回 這一邊很正常 而且 我們可以 大膽一點分析就是 趙克志應該就是加入了反習 裡面的大軍 站在李克強一邊 公開跟習近平 叫板 而這次習近平接見林鄭的規格 有消息傳出來 是故意被人整理的 後面特意跟他換了一張籠椅 塑造到他 好像想做皇帝 想登基 桌上的杯子 也是裝他的 李克強沒有的 只是他有 而且 外面封傳了一張照 有人發揮了那張照 說 馮濟龍袍 其實 那件龍袍應該就是故宮裏面的展品 而那個場合是當時特朗普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們兩夫婦帶特朗普夫婦去參觀故宮 看了一件龍袍 另外一半就是特朗普夫婦 但故意被人剪走 就營造習近平 想稱帝 基本上 都是整個反習派 是用來整股的習近平 整個報告 我們昨天分析了 習近平可能是他的心 但是 應該 被人擺上桌子的機會很大 我們每一次 看一件事的時候 即時的反應未必是最準確 尤其是分析中共 一定要多番去推敲 很多時候 你當時看完的東西 回頭 不是這樣 因為 中共的東西 他本身是有個脈絡規矩的 當然 習近平上了台之後 把很多脈絡規矩打破了 國家主席 無限期連任 就是他打破了 現在他也想打破七上八下 想繼續做下去 想做第三屆 總書記 當然 我們就這樣看 現在他的阻力很大 因為 他 本身打算 做低的趙克志 做不低 常委 也好 元老力保 不讓他換走這個 趙克志 趙克志要繼續做下去 繼續頂著黃小紅 頂著黃小紅 意味著公安部 你沒有辦法完全控制 沒有辦法完全控制公安部 也沒有辦法控制軍隊 接下來如果要連任 其實 跟黃紅 跟張春橋的處境 沒有分別 隨時 可以有人衝進中南海 把你逮捕 然後 可以即時槍決 殺了之後 就說他畏罪自殺 歷史 是勝利者寫的 當勝利者 換了第二個的時候 他就成為刀嚇亡亡 當然 我們的分析整個脈絡比較清晰 尤其是 趙克志這件事 加上 述職 林鄭述職這件事 再加上剛剛最新的 陳全國倒台 我們這次三集 來分析現在最新的中南海局勢 以及香港的發展 香港接下來可能會另外做一支 林鄭月娥 倒台之後 會有甚麼事發生 對於香港的政策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呢 這個可能要明天做大家詳細分析了 拜拜 拜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